对亚洲头号空军的称号 有一些国家不甘心被中国空军夺下去 不断造势来提升国际影响力 以往扮演嚼屎棍角色的通常是印度 如今日本也想刷刷存在感 据媒体2月21号报道 日本防卫省披露了日本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制计划 命名为FX 日本方面不仅公布了这款战斗机的最新概念图 更多的细节也浮出水面 日本亚太航空专家表示 这是一款航程长载荷大的大型战斗机 还给它取了个哥斯拉的绰号 FX战机发展计划的资金将在2020财年达到2.56亿美元 如果日本继续积极投入研发 这款战机很可能在21世纪30年代服役 据美国知名军事网站称 日本将与外国合作伙伴共同研制FX战机 英国则是具有很大可能性的潜在合作对象 很显然 日本知道自身处在美国的军事管控下 如果和美国合作研制 很可能掌握不到战机研发的核心技术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研发FX的核心意义 FX的用途将会和F35一样被美国限制的死死的 据英国目前航空业现状来看 军事观察人士认为 大概率日本会选择英国罗罗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号称FX战机将与暴风雨 FCAS等六代机一起争夺市场的订单 换言之 FX战机将领先歼20 F22等五代机整整一代 这背后体现的是日本争夺亚洲头号空军的野心 那么日本可能打造出性能领先歼20的FX战机吗 分析认为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日本FX的研制需要面对两大难题 首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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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